入境署大部分公共服务下周一恢復正常 入境署说除了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服务 和旅客出入境检测服务之外 其他公共服务下周一全面恢復正常 因为疫情关系 9家换证中心早前暂停服务 当中大约64万人未能按照原定期限换证 另外大约有9万人仍然等着领证 换证中心会恢复服务之后 会先提供领证服务 和为1957到1961年出世 并且早前已经预约的人扮理换证手组 未有预约的人就要先行预约 绝方计划调整原先公布 1957到1963 1970到1976年出世人事换证时间 详情稍后公布